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3年 1月16号星期一 1月12号的时候我的YouTube账户被盗用了 现在目前已经被停权了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登录我的账户去找回我的影片 也就是说我经营几年来的一些影片全部都不见了 当然还有一些收益 包含会员频道的一些收益之类的 全部都不见了 因为完全没有办法登录账号 本来我以为Google的两阶段验证是很安全的 那没想到是完全不安全的 那目前我开了这个新的账户 旧的账户能不能救回来 到目前是完全没有办法确定的 另外一点就是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申诉的管道 当然我有用他们寄的信件或者是开了一个新的账户 用YouTube频道的一个申诉管道 那今天已经是16号了 也就是说这4天我是完全没有人可以解决我这个账号被盗用的问题 完全是鬼打墙的一个状态之下 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帮我解决问题的人 现在开了一个新的账号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安全措施 那目前我能想到的安全措施就是 进入他们的安全选项的设定 那目前他们有提供了 几种的一个机制 像二阶段认证的部分 还有备用信箱的部分 我之前只设定这两个 现在已经确定这两个机制是完全没有用的 完全是失效的 派克可以直接登入然后进去把你的设定的这两个东西完全的跳过去 我目前在网路上找到这两个 就是它的一个类似验证的方法 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够 所以我去买了一个实体金钥 那我认为用实体金钥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安全 那这是我在网路上找到的 因为我有进行过比价 那我目前找到了这一个是动性安全金钥 那它的价格在800多块 对我目前来讲我是认为还算可以接受的价格 因为我大部分使用账户的空间都是在家里 所以我买的是USB的 那你如果是经常用手机的 那我会建议你去买可以支援手机的一个功能 还有NFC的功能 安全金钥的部分我先讲解到这边 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在经营YouTube频道的人 那我真的会非常建议你赶快去做一个安全的一个预防 像是购买金钥或者是一个二阶段三阶段 甚至有一些认证的一个软体赶快下载下来 然后进行备份 然后多认证几个信箱这样子 Google可能认为他们目前的二阶段的认证是非常安全的 但其实真的很不安全 因为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点阅率的 也没有什么订阅人数的人 账号都可以被盗用了 短短的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被他们擅自用非法的直播或者是一些影片 然后导致我们整个账户被停权被封锁 所以这方面我是觉得 Google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安全 然后他的整体的一个反应的机制 或者是克服人员 我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找不到一个真人 可以来跟我对话的 所以我是觉得 在大的公司可能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安全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在经营YouTube的 或者是使用Google的一些账户 或者是相关的产品 那我个人会建议你赶快去做这些安全的机制 那我这一篇安全禁要的分享文章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